我是鬼朋友 大家好 我是愛丁寶蘇蛇 怎麼證明呢 因為在我後面就是這個Alpha Seed 我今天就來了這個Carton Hill 搞什麼鬼呢 就是在一個這麼重要的日子 都用這個地方去拍攝 希望能夠留個紀念 今天終於收到學校的消息了 Yeah 都interview了接近十間的中小學 而今天就叫做陳哀樂定了 什麼意思啊 當你在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可能你是被縮途吸引了進來看 而我今天也是做了這個標題檔 為什麼呢 可能大家都會在留言上 還沒看影片已經 恭喜你呀 蘇蛇找到學校 找到學校的工作等等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隆重宣佈是什麼呢 就是 我今天終於收到這個email 就是被最後一間面試的中學 reject了 是的 意思就是呢 在過去的兩三個星期裡面 都去了不同的中小學去面試 都是去見一些油管學校的工作 而今天這個email通知呢 也都正式地告訴我 或者今年度的學校面試呢 應該是告一段落了 也都是塵埃樂定了 因為呢 每間蘇格蘭的中小學呢 接近八月中就會開學的 意思就是如果去面試一些 一些無論是PSA好啊 又或者PSO好啊 一些從事學校支援的工作呢 基本上都叫做是完成的了 完成這個聘請的程序了 那所以呢 去到今天 我收到這個電郵呢 也都是告訴我 我在這個蘇格蘭 找這個學校的工作的階段 應該都是告一段落的了 那你問我會不會 心情是怎樣呢 會不會很不開心啊 會不會很失落啊 很失望啊等等 喂 那不開心的一定有些了 是不是 因為我是一個人來的嘛 有血有肉的人來的嘛 那當你這麼努力去預備 去準備 每一次的面試呢 都是盡力地做好 那當然希望 是能夠有一個機會 進入到學校這個地方裡面 去經歷一下啦 是不是 那但是 去到這個位的時候呢 在結果上面 就告訴我 嗯 似乎真的是 暫時呢 來講此路不通啊 就是 縱然我在香港 有十七年的教學經驗 那但是 對於在這個蘇格蘭 這個城市裡面呢 可能都是會 有一些 就是難去認證 以及處理的 那所以呢 嗯 暫時 就告訴我 我不需要 去繼續找學的工作了 因為我相信 學校已經是 招聘完成的了 在愛丁堡的中小學呢 招聘程序已經是 完成的了 那不開心就 實有的 那但是 你要知道呢 蘇蛇是 打不死的嘛 我是小強來的嘛 那麼容易就會放棄嗎 不會那麼容易啦 是吧 那所以 接下來的階段 縱然是 不能夠 就是報這個 中小學的工作了 那但是我都會 繼續努力的 那繼續努力是 做好什麼呢 那當然第一 就 去繼續餐廳的工作先 因為餐廳的工作 是給我一個 生活上面的收入 那所以 餐廳的工作呢 都必須要 繼續去做的 而同一時間就是 繼續去 開展自己的事業啦 而這個事業 除了是這個 YouTube之外呢 也都是 在蘇格蘭 從事一些 戲劇工作坊的工作啦 那所以 接下來的八九月呢 我就會去 舉辦一些的工作坊 給香港來的朋友 無論是 中小學生好 或者大人都好 希望他能夠感受到 這個戲劇 帶給他們的快樂啦 而同樣地 我都會把這個 戲劇工作坊的資料呢 送去 就是 愛丁堡的中小學 希望能夠為他們 舉辦一些 課後的工作坊 因為課後的工作坊呢 那個限制就沒有那麼大 就是不一定要有 教師的資格 才可以去到那裡去做啦 那雖然我是 中小學的校長 對於這個人來講 其實都是 不是很熟悉的嘛 那能夠做到的機會 有多大呢 不知道 那但是起碼我覺得 就試一下咯 那試完之後 就知道此路 是不是不通咯 就是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試的 還有說真的 我心裏面呢 都是很OK的 很OK的意思呢 就是 其實 人沒有說 一定要走哪條路 或者不一定要 走哪條路的 因為人生的路 其實很闊的 所以 既然此路不通的時候呢 我相信 就是上帝關了一道門 都總會開 一線槍給我 或者開一條小竿給我 都會 我對上帝是很有信心的 而 可以想一想的就是 在下年的六七月 再去應徵這個學校的工作之前 接下來的一年時間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還可以在愛丁堡這個地方 繼續怎樣去發展自己呢 或者怎樣去觸緊住 觸緊住 心裏面的那種的興趣 以至到能夠繼續去探索更加多的可能性呢 那所以接下來會做些什麼呢 除了去舉辦一些中小學的戲劇工作坊 我亦都會嘗試將自己的CV 去傳給英國的一些藝人公司 或者一些的 所謂的 一些的藝人公司 去到一些的劇集裏面 可能做群眾的角色 可能是做士兵 做喪屍 又或者是做其他不同的群眾角色 那我如果能夠 在當中 我覺得到一個好的嘗試 和好的體驗來的 是不是 而其實說真的 我過去是真的 從事這個演藝的工作 只不過是用了十七年的時間 在一個教學之中 在十七年前 我都是有機會 晉身這個大台的兒童節目之中 面試都過了好幾關 錄音室都錄了音 然後就準備簽約之際 那突然間對方一個電話 就跟我說不好意思 不可以聘請你 在那一刻對我來說 都是很大的一個挫敗 都覺得臨門一腳 但最後卻是進不去 我都會不開心 但是 當時的不開心 只是一時 因為之後的十七年的教學生活 又真是令我覺得很快樂 不單是能夠供應到家裡 一個很穩定的生活的收入 也都是 在十七年裡面 建立了很多很多的私生的關係 好像今早 在我拍這段影片之前 我都和一個在香港來的舊生 喝了一杯咖啡 而這個舊生已經是我來到愛丁堡之後的接近第三 第四個的舊生 來到愛丁堡去探望我 所以我覺得這些師生情誼 我是很享受的 也是絕對是賺了的 還有過去十七年的教學工作 也都給了一個很大的滿足感給我 令我可以導很多學校的音樂劇等等 見到學生在台上發光 其實是令到我很滿足的 但是過了十七年 去到2023年的我 又會成為一個怎樣的蘇蛇呢 已經沒有做阿sir很久了 現在就變成了阿蛇了 蘇蛇了 但是我對未來真的充滿著一種的期盼 如果說過去十七年是專心地教學 而暫時放下了這個演藝的工作 演藝的興趣 演藝的事業的時候 去到2023年的今天 可能也是一個時刻 給自己一個機會 在接下來的這一年 好好地去發揮自己在演藝方面的潛能 我不敢說能力 因為可能不是很明顯見到 起碼是給自己去放手一試 放手一搏 我覺得人生都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一個安舒區之中 當然是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冒險之旅裡面 亦都可以令到我很快樂 所以暫時學校的面試 錯敗也好 失敗也好 我覺得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都叫做給我經歷了很多 去到很多不同的中小學裡面 去認識一間學校 或者是跟他們的校長 老師去聊天 甚至是告訴他們 其實來到這個地方的香港人 仍然很努力地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為自己的夢想去打拼 是不是 所以在2024年的六月七月之前 就是進行另一輪 新的一年的學校面試之前 我想這段時間 就繼續讓我一個空間 好好地去重拾 過去十七八年 已經放下了很久的工作 就是這個 藝術 演藝事業 或者這個表演的行列 我都不單止是英國的 可能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公司 我都會寄CV過去 甚至是香港的一些 娛樂公司我都會傳過去的 不要管 總之你給我上去 做一下CV 我已經覺得是 一個人生之中的新的嘗試 對不對 還有也感恩的就是 愛丁堡的生活指數 仍然是高 但是在這個最低工資的保障底下 我去餐廳 都是有一個基本的生活的收入 再加上大家在YouTube上面看廣告 或者是加入會員 對於我的支持 亦都是幫助到我成立一個 即建立到一個安全網 令到我可以在這個保障之中 繼續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去追求自己希望能夠做到的事情 因為在一個沒有基本收入底下 你去嘗試去冒險 其實可能就是對家庭來說的冒險 但是如果我既然有這個餐廳的基本收入 和在YouTube的廣告的支援底下 縱然未必物質生活可以很富庶 很富裕 但我心靈卻是非常之豐富 非常之富裕 我覺得最多窮得只靜下夢想 再說的時候 所謂什麼窮 是不是會餓死 絕對不是 當時我爸爸 在內地來到香港的時候 其實他第一件事就是 希望能夠成立一個生活的保障 能夠保障到 起碼有一隻食線 但是來到愛丁堡是不會沒得吃的 你只要有手有腳 你願意做的話 最低工資保障底下 是不會餓死你的 人在不餓死之後 當然是希望能夠繼續去追求自己喜歡做的事 所以接下來的接近一年的時間 我是會放手一搏的了 在餐廳之餘 我會繼續去追尋自己的演藝之路 繼續去追求我的夢想 一年之後 會再進行這個學校面試的階段 到時什麼情況不知道 但是起碼接下來的一年 我會很努力 我會很努力地認真去做這件事 有朋友擔心我 他說 蘇Sir 你千萬不要像某些YouTuber那樣 只是以拍片為生 首先我覺得 YouTuber 拍片為生 都不應該貶低的 意思就是 你做一個YouTuber 如果你認真去對待那份工作 你很努力地去預備 你絕不欺詳的話 其實我覺得 工人賺取 當得的工價是應當的 我絕對不會貶低 這個YouTube的行業 但我只能夠說的就是 在YouTube的以外 我都希望繼續去探索 我自己更加多的可能性 為我的人生 是添上更加多的色彩 而同樣地 我相信都是給我兩個小朋友 見到這個的爸爸 就不只是單單去講追夢的 而是追夢的過程裡面 都是要有麵包的 而麵包就是講現在的餐廳的工作 有一個生活基本的保障 在這個麵包以外 就希望能夠用一個新教 讓人知道其實人 真的要去追夢 或者跟過去的那種想法 已經有點不同了 以前就是經常在想 怎樣令到自己的經濟可以更加富裕 很快地能夠財政獨立 或者是進入一個所謂退休的生活 但是現在我想這個模式是有點不同 就是滿足基本生活之後 就要更加去追求一個精神上面的滿足 以及能夠發揮到自己的所長 自己喜歡做的事 或者預科讀的那個文化科 叫做人生的意義 裡面講的那個self-aturalization 一個自我圓滿就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接下來 Youtube的情況會如何 又或者是 外面的casting 輪選 或者所謂我所描述的演藝事業 會發展成怎樣 但是我覺得OK的 所有東西對於我來說 都是人生的其中一個經歷 都是其中一個部分 今時今日不能夠得到學校的offer 就可能正正就是當年十七年前 我得不到這個大台的offer 讓我進去 但是沒有 當你回頭一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人生 你每走一步 當你轉回頭的時候 都是一個經歷 都是很精彩的一個經歷 所以其實我充滿著一種的憧憬 接下來究竟我的日子是會怎樣的呢 我在Youtube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會不會是拿著相機 跟你拍下這個片場上面 就是Netfast的劇集裡面 我做一個群眾的工作的生活呢 又或者我去了某一個地方 去拍攝一些東西等等 不知道 但我想說的是 我充滿著期待 充滿著一種的盼望 還有我相信生活的挫敗 每個人都會有經歷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經歷過 而姜濤的生命之中 我相信尤其是在過去幾年 都是面對很大的一些障礙 又或者是很多困難的時刻 但是OK的 我相信香港人永遠都能夠迎難而上 面對每一個問題都能夠正能量地去面對 去處理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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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能夠 藉著這個影片 都告訴大家 面試的結果 還有 告訴大家 不知道接下來的一年 我暫時想做的事情是些什麼 但是在接下來的一年之前 我都要和家人休息一休息 所以接下來的兩星期 我都會帶家人去到亞洲的某一個地方 去旅行 充充電線 然後就會再用兩個星期的時間 留在香港 去探望家人 去吃一下香港的美食 甚至看看有沒有機會見一下大家 所以我是充滿著一種期待的 也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對我支持 我真的很感恩 從我九月來到愛丁堡 到現在大概七月頭 都能夠繼續得到大家的那種關心 支持 還有每一次在我的影片裡面留言的鼓勵 打氣 可能我這次的結果 會令到某些人的 就是落空的 就是那個想法落空的 不好意思 今天不記得提數 但是我覺得人生 是真的流流長 最重要是 嘗試多些不同的事情 令到自己的人生是不會後悔 那希望你和我也是一樣 都在這個頻道裡面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 又在來到愛丁堡的香港人 又在香港繼續開創他的事業 尤其是有朋友在找咖啡店 那樣 或者我的影片都能夠帶到一定的鼓勵給他 等等的朋友 那我都很開心 我能夠在網絡中 能夠發揮一個正能量 能夠給到一個鼓勵你 但我想說其實你網上的留言 一樣都是給我一個正能量 都是給我一個鼓勵我 所以在這裡很衷心地多謝 現在在看影片的你們 你們的每一位 其實對於我來說 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很感謝大家 支持我 讓我繼續有空間 在有限的人生之中 好好地去追夢 去追尋自己快樂的事 喜歡做的事 好 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另外某一個媒體的平台裡面再見 好嗎 可能有一天 在大銀幕上 你會見到我都未定的 對了 有機會再見 我是愛丁寶蘇社 拜拜 拜拜 拜拜